基隆就业中心9月27号在长龙桂冠酒店三楼举办2024基隆征采采活动 总共有包括台药科技以及本地的联薪国际物流中国货柜运输等 包括科技制造业物流运输综合零售餐饮旅宿居家照顾等五大产业42家厂商参加提供了1330个职缺 第一次来基隆参加征采活动公司会在新竹的台药科技 释出的职缺开出的起薪几乎都在4万元以上 由于现场征采活动大约只有4个小时左右 不过就业中心指出没有办法到现场求职的民众也不必担心 可以线上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持续找工作 这场活动总共吸引了832个人参加 初步录取267人 媒合率高达57.91% 另外就业中心同时间也在长龙桂冠酒店二楼举办暖心赔力在地永续市集 包括向劳发署北分署提出微型创业凤凰贷款 经营成功的夏龙咖啡馆以及光寿司商行 和22个接受多元赔力计划 包括基隆市总工会的银雕暖暖中心社区 以及地内社区和中正区平寮社区的美食小吃 新北瑞芳老街文化观光推展协会的彩绘平登 新北市万里商圈发展协会 平溪区隆安社区发展协会 八烟三生发展协会等等美食小吃 联合展售受辅导具有地方特色手工艺品 以及在地美食小吃 两个是我们的创业凤凰 一个是我们B屋工厂 另外22个单位 就是在大基隆地区的我们多元单位 包括很多很多的社区发展协会 包括我们很多的商圈 其实大家都一直努力在推动多元就业这个区块 其实用人的部分 对我们多元单位帮助其实非常大 蔡春堂进一步指出大基隆地区的民众或是地方协会 有任何需要申请创业贷款或是多元赔利方案的需求 都可以联络基隆就业中心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